因為大銅區那邊有大稻埕 不過大稻埕 我是覺得他們人跟人之間的聯繫還蠻密集的 好像彼此之間都會有一個社區的營造的感覺 這我不知道 反正這只是猜想 但是從資料裡面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只是一個純粹的數據 說真的你根本看不出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得到一個結果 然後讓人家一目瞭然就知道 我想這些小學生都看得懂吧 所以盡量能夠讓大家都懂背後的意思 其他還有哪一條路上 這個是圓形圖 然後加上那個榨開 把中山區榨開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路接到的前10名 前10名的話 其實應該也不意外 中山北路剛剛有提到中山區 所以中山北路應該是還蠻前面的 然後內湖 內湖導致比較意外 內湖切到南京這麼多 那邊都有錢人嗎 有肯 然後中校東 南京東等等 林申北也在列 OK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OK 這件事情 所以待會我會demo了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搜尋開放資料 然後呢 所以我們一樣開啟那個 你們的瀏覽器 然後搜尋開放資料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然後請各位在這個關鍵字搜尋一下 關鍵字叫竊道 或者叫住宅竊道也可以 那你們就可以找到那個有沒有 在開放資料裡面打一個竊道 或者是 反正你打竊道應該第五個吧 第五個應該就是了 有沒有 台北市住宅竊道點位資訊 OK 不過你可能想說 老師 那我不要練習這個 我用別的縣市也可以啊 沒有筆效就沒有傷害嘛 對 OK 就知道說 六都到底哪一個縣市的那個治安是 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OK 這也是一個指標嘛 OK 只是我不知道這一次的競選主軸 好像都不在大數據分析上 你要政績你就拿出來秀給大家看不就好了 不要講一些空話嘛 罵來罵去說真的沒意義啊 我就給你數據看 對 這是科學的 大家應該比較相信科學啦 但很多東西都羅生門嘛 對 到底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答案啦 只有你們自己知道 OK 好 那所以這個點下去之後的話 當然如果你要土法煉鋼的方式 當然點開來之後 這邊就有個下載 有沒有 那不過下載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旁邊 CSB旁邊就有個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它會告訴你一些訊息 當然上面會告訴你哪些欄位 所以它總共劃分有五個欄位給我們 不過其中的話當然沒有年 但有日期 所以我們可以從日期切割得到年 然後有地點有沒有 地點就地址 那我們可以從地點得到區跟路 所以再來的話把它點開來 那點開來之後你會發現這邊就有個下載 那另外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它的編碼格式 因為那個微軟公司 它的編碼方式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全世界都用UTF8 只有微軟自己還在用Big 5 所以會造成說你下載的資料 假設說你是用非微軟的就是平台做的 那就會UTF8 可是用eSale開就是亂碼 那怎麼解決 還有來一點 這邊現在上面是Big 5 可是你下載之後好像也是UTF8 這個可能是個錯誤 OK 所以不是 你們點下去看看 點擊打開看看 開啟 如果沒有亂碼 那表示說這個資料應該是Big 5 我們看一下 因為之前好像有發生過那個打開之後是亂碼 那如果不是亂碼 那表示說那個就是公務員有看過的影片 然後有 我真的有點懷疑 他們其實 因為我之前在公務推廣部上課的時候 就很多那個警察同仁來上課 他還有跟我递名片 告訴我說他每天就在分析資料 OK 我是覺得 但我剛剛講有點誇張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打開來 這個就是已經是DATA了 OK 所以其實在開放資料裡面 主要會有三種格式最多 第一種是CSV 你知道其實你們可以點擊那個開放資料 這邊就會有一個資料集 全部資料有沒有 全部資料點開往下捲動 下方就會告訴你 我們把它先點回開放資料好了 然後這邊有全部資料瀏覽 全部資料瀏覽它劃分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 其實重點是最下面 檔案格式有沒有 目前看到 最多的應該是CSV 所以總共有幾種呢 四萬兩千三百零六種 有沒有 佔最多啦 只有買一萬 第二名是Jackson 有沒有 Jackson是一萬三千八百零五 第三名的話呢 是XML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前三個格式 學會 如果把它載到Excel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爬蟲就OK了 其實我最近上個課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反正就這三個 如何可以很快放在Excel裡面 但CSV最簡單 因為CSV就是中間壓豆碟 尾巴加換航 它的結構非常的單純 比較麻煩的是Jackson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到那個上面看一下 Jackson隨便點一個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Jackson 它的格式就非常非常複雜 有很多啦 OK 那你比如說人口密度 然後它這邊就有 API 它用API的名稱 你可以檢視資料 或者你直接點擊 它會跳出來 其實這長得非常非常的混亂 有沒有 就像這樣子 外面一定是中瓜虎 或者大瓜虎 OK 那當然如果你會用JavaScript的話 就很簡單 因為它其實本身就可以載到JavaScript當成一個物件 直接去解析它的屬性 就可以把資料抓回來 但是這件事情 在那個VBA在Excel就沒那麼簡單 不過好在Excel裡面 它有提供一個新的功能 在資料裡面有一個叫做 什麼 取得 資料裡面有一個取得資料 它有一個從檔案 如果你是最新的版本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有沒有 從Jackson OK 可是這個一定要是Excel的最新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不是最新版本的話 那也沒有 OK 甚至於很多人還是用Excel的2016以前的 2013、2010嘛 所以就沒有 那沒有就麻煩 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去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 這個當然也是我那個 就是 整學期上課的 課程裡面會講到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YouTube頻道上面其實也會 因為目前還在上這樣的課程 總共14週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所以重點 我們第一個就要解決三個問題 OK 然後先會用那個 就是人工的方式 然後再把它改成程式的方式 兩個階段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下載這個檔案 並且把它打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第一個 另一個 好